中共权贵家族转移到海外的财富早已经达到天文数字。 消息称,江泽民家族资产高达5000亿美元,位居世界隐形首富,富可敌国。 港媒早前披露一份中共特权阶层十万两千七百多亿元人民币资产藏富于境外的分布表。 江泽民执政期间已贪腐治国,其子将年恒素有中国第一贪支撑。 此前就有报道披露,江家族在海内外持有现金和资产合计超过5000亿美元,位居世界隐形首富,富可敌国。 江家控制的海外资产包括基金、股票、银行、信托、能源股份、科技股份、黄金期货、房地产、海外控股公司、离岸公司等,均由江孙江制成代表江家持有。 中国事务此前披露,江泽民在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存有3亿5000万美元,江还在印尼巴厘岛有一栋豪宅,据悉是由中共前外长唐佳玄九十年代花1000万美元替江购买的。 中共特权阶层资产藏匿的分布图 除江家之外,中共权贵家族转移到海外的财富早已经达到天文数字。 根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列举的数据显示,自1990年以来,中共贪官每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约在9875亿到1兆2570亿人民币之间。 以停刊的《香港证明》杂志此前报道, 根据国务院研究室,国家发改委等多份调研报告,得出中国约有约有十万二千七百多亿元人民币资产流失在境外,相当于2016年GDP,78万亿元的13%。 藏区于西方的主要资产包括,所在国务业、住宅、商商、公司企业、债券、账户资金等。 尽管上述曝光的数据已经非常惊人,但仍被认为只是特权阶层藏附于境外的冰山一角。 中国民间一项研究发现,中共中央委员当中91%的人都有家属移民海外,甚至加入外籍,中共中纪委成员当中,88%的人都有亲属子女移民海外。 中央党校一名教授2010年曾披露,118万官员配偶和子女在国外定居。 而中共权贵家族转移到海外的财富早已是天文数字,去年港媒提到,中共不少高官及军方将领存巨额资金在美国,有部分超级大领导人在美资产更以万亿元计,家人亲属亦移民美国,以离婚作为掩饰手段。